若菩萨通達我法者,如來說明真是菩薩。 若菩薩通達我法者,如來說明真是菩薩。 須不提,於意迎合,如來有肉眼否。 須不提回答說,如是,是正如來有肉眼。 肉眼就是我們一般人都有的這個眼睛。 須不提,於意迎合,如來有天眼。 那什麼是天眼呢? 天眼簡單說,是看到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事物。 我們常說這根有天眼通。 當然在宗教上的講法,是認為它是能夠受到各種事物的限制, 可以穿越各種的事物,通透顯體。 也不需要光影的反應。 那麼會認為,鬼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天眼。 至於一些靈媒,或者鬼神所寄託的人,也都有所謂的天眼。 這是宗教上的講法。 那修禪定的說是可以得到天眼。 但是禪定的目的,不是獲得了天眼,或神通。 這是所謂的天眼。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一般肉眼看不到的。 具有穿透力的,這樣子的一個眼力。 當然再看。 《須不提於雲雲和》,如來有慧眼否。 那什麼是慧眼呢? 一般來說,慧眼是羅漢所證。 它可以看到十二因緣,生死流轉。 所以能夠出生死輪迴。 不受生性世界的束縛。 這個是慧眼。 所以天眼,我們一般總是看到它的神通這一面。 慧眼的重點是要看到十二因緣,生死流轉。 那看到這樣,它不受到這個生死輪迴的束縛了。 懂得超越這個事情了。 這是羅漢所證。 那進一步講。 《須不提如來有法眼否》。 那什麼叫做法眼呢? 法眼是說出地上的菩薩所據。 它能夠清正出佛法身之一分,乃至於多分。 能見萬法的本性,見到法性。 見到萬物的法性。 這不得了了。 那不僅是生死流轉。 而是看到一切事物的本性到底是什麼。 也看到佛性的一部分。 那麼佛眼呢? 佛眼,簡單說,就是知小一切。 稱為無上菩提。 所以,那麼,如來俱這個無眼。 那底下講說,須不提如迎合。 如來有法眼,如來有法眼否。 從前面唸。 須不提,如來有利於迎合。 如來有慧眼否。 如是。 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不提如迎合。 如來有法眼否。 如是。 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不提如意迎合。 如來有佛眼否。 如是。 世尊如來有佛眼。 那須不提如迎合。 如橫河中所有殺。 一個佛世界是很大的。 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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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須不提如意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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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橫河中所有殺。 有若是殺的橫河。 是如橫河殺樹那樣子的橫河。 是著橫河所有殺樹佛世界。 哦! 一個佛世界是很大的。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橫河殺樹的。 那麼多的橫河。 裡頭的殺樹裡頭的佛世界。 那就不得了了。 無量無邊的這個佛世界。 這樣多不多? 哎呀,這很多了。 那幾乎就幾乎講這一切了嘛。 佛告須不提。 而所。 我土中所有眾生。 若干種心。 如來西枝啊。 就這樣子的。 國土裡頭的。 所有的眾生的心。 佛都能夠。 就這麼多的國土。 中的眾生的所有的心。 如來西枝。 那就是換言之所有人的。 所有不是人啊。 眾生啊。 眾生不只是人啊。 如來都知道。 何以故呢? 如來說諸心。 皆為非心。 世民為心。 那所有的這些心啊。 都是非心。 都不是正確的心。 世民為心。 所以這個才是所謂的心。 所以者何? 為什麼這麼說呢? 須不提。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過去的心是不可得的。 現在心是不可得的。 未來心不可得的。 那眾生大抵總是想要得到過去的。 或者現在的。 或者未來的心。 殊不知啊。 這一切心都是不可得的。 都是非心。 好。 那我們進一步看。 應順法師的這個注釋。 嗯。 啊。 旧靜悟提的話。 會因為, 呃。 得一切種子。 啊。 就靜成佛。 嗯。 佛呢? 成佛呢? 又法身。 跟劃身兩種。 神闻圣也有立二生的 这个究竟菩萨 菩提呢 因菩萨因缘 菩萨的这个因已经彻底的完成了 这个叫做菩萨因缘 凡事都是因 这个因缘因缘嘛 但是这里的讲的这个缘是 缘成实性的那个缘 菩萨的因缘已经缘成了 所以得一些种子 所以究竟成佛了 那为什么这里这么写呢 因为这里讲的是究竟菩提 这一部分讲的是究竟菩提 《金刚经》 很不好懂的 这是一层一层直上来的 因缘法师根据吴卓 这个吴卓 世青 是 这两位印度大菩萨说 《金刚经》是非常难以懂得的 那一层一层直讲 这个是念 究竟成佛 佛那有法身跟化身两者 有两个法身跟化身 那什么是法身呢 法身啊 就是如来的真身 这如来的真身啊 是 片怎么讲 十五空计 如来威力无边计 读佛受量无边计 念念骗这一切法 所以传统的说法就是 如 佛的法身片于宇宙 这个 如来的真身啊 即使 大击众生 就是法身菩萨能践踏的少分 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 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 那 只有像这个大菩萨 才能够看到它部分的 一扫少分的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吴卓菩萨 世青菩萨 这是印度的大菩萨 或许能够见得他的扫分 在宗教上这么说 化身如八相成道的释迦 适应未入法性的初心菩萨 而现的 我们一般所谓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化身 我们所说的大日如来 或者说是毕鲁侧那佛 就是他的法身 佛一般有三身或者四身 就是法身、报身、化身 那这里主要讲的是法身跟化身 二身不是二佛 是应积而现 佛本来已经没有我们世人所谓的这个形体了 也无所谓是一个佛或两个佛 他只是应积而现的这个佛 的法身或者化身或者报身 那有人疑惑 佛说诸法皆空 怕成佛即空无所知 那成佛是不是空无所知呢 他说不是的 成佛其实知道一切的 分五眼来回答 那底下讲这个肉眼 肉眼 就是一般人所看到的 天人的眼叫做天眼 那这里讲的是能够看得很仔细的意思 因为应顺法师不喜欢讲超自然的这个说法 应顺法师希望一切都是比较是接近我们人的 这个知识智慧所能了解的 所以他讲的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其实跟一般佛教讲的不太一样 他都从智慧上讲 所以天眼就看得很细 那慧眼呢 是能够通达诸法无我空性 法眼 是菩萨所有 通达空眼 从空出甲 见如幻缘起的无量法相 佛眼呢 就是看到空甲不二 元见中道 这是一层一层次的智慧了 那 这个是跟一般的我们在佛教上所讲的不太一样 一般佛教徒讲的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是我刚前面那个说法 那么 一个人有 有无眼 这如本经所说 如来有无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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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 佛 就是 俱此这个无眼 那么 那么 底下再讲说 再局 比喻 我 我 我想 这个 我不详细在这边说 这个 这个 主眼之间的这个分别 这个意思不大 因为 离我们一般人非常远嘛 大家知道一个大意就是了 反正我们都没有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但我们知道 在佛调上来讲 以神修上去 可以具有 非常普通的 不管是从 这个 神通的能力来讲的 或者说 是从这个智慧上来讲的 一层一层之上去 那么 再来比喻 形容如来的 知见圆明 佛问 恒河中的沙 那就是沙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一切众生 他们每一心形 如来以佛之见 悉能之见 都能知道 每一个众生 你想想看 一个 不要说这么多众生 一个人 一个众生 众生不光是人 六道轮回里都有各式各样的众生 他已经起其不可数量的心 就包括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的心 那都不知道多少了 起这么多心 有时候佛也能见 佛为什么有这个惠吏呢 因为所说的诸心 即是缘起 无自信的非心 假明为心无实地可得 所以无自信的众生心 于平等空中无二无别 所以众生的心是非心 假明为心 假明为心而不是即可得 所以都是一些 因为不恰当的之见 什么叫假明为心呢 就是缘起无自信的非心 这些心都是无自信的 也是没有真实的内涵的 没有真实的不变的 这种本性的 所以这些都是非心 并无实其可得 既然一切都是非心 所以佛能够究竟策证缘起的无信心 以无所得得无所爱 无所见而无所不见 上那上那不骗之 这里头其实讲的不清楚 不清楚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隐含的一种神通力 对不对 这个神通力就是因为只有佛 当然佛也不止一位 只有佛 以无所得得无所爱 因为无所得他什么都无得 所以无所爱 注意啊 无所得才那个无所爱啊 意思是说 只要我们还要一有所得 我们这个得 觉得我自己有学问了 有能力的 我有房子 有车子 有这个 有家庭 有财产 任何这些 也只要我们觉得有所得 就有所爱 哎呦 诸位说 这个四大皆空的方案 谈何容易啊 我们把一切的 我们努力的半天的 好不容易获得的 这个财产 这个家庭 成就 知事啊 这个社会的关系 一切种种 要通通 都当做无所得 彻底放掉 这样才能无所爱 啊 这个 千 不要说千难万难啊 是 无比无比的困难 那佛因为能够通通都放掉 啊 所以得无所爱 啊 无所见而无所不见 啊 这样的情况底啊 他的 嗯 这个 这个无不片之 那 这个无不片之 这里印含呢 其实变得也是一种神通力了 对不对 他不只是说抽象的 知道说 我们理论上知道 大家心都是不对的 那我也知道 对不对 可以至少可以猜想 对不对 如果照这个讲法 大概众生都是放不下的 放不下 所以众生的心都是非心 啊 那你是理论上知道 这个没有用吧 是不是 这里讲的是 啊 没什么大意思 那无所见而无所不见 撒那撒那撒那无片之 意思应当是说 他的心有神通力 撒那就能够知道 骗宇宙的所有的 骗世界啊 所有世界的 所有宇宙的 所有的众生的 所有的心 的 真实状态 这还了得 对不对 所以 那这个 所以当然 从佛教的立场来讲 佛是无所不知的 这叫无所不知 那无所不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 无所得无所爱 那么 佛教上这么讲 那如果 不是从这种 信仰的观点来讲的话 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一些 经验或者感受 类似当然非常小小的类似 这小小的类似就是说 我们心如果 越无爱 越无所得的话 他会越无所爱的 所以这个关键这个词在 以无所得 得 无所爱 这个确实是 关键 也就是说 我们啊 如果能够放得越多的话 我们的心就越无爱 事情就看得越清楚 越明白 如果说我们心中想要记挂得越多的话 不管是 不管是知识啦 学位啦 财产啦 家人啦 国家啦 社会啦 地位啦 成就啦 功名利路啦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没有办法看得这么明白 所以 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会让我们绑伏在各式各样子的事物当中 我们不得解脱 我们不得解脱 所以 就大幅地放下 尽量地放下 甚至希望他能够彻底地放下 因为呢 其实 这一点主事道三家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心里还有所牵挂、记挂、执着 这个就看不清楚 那主要说 怎么可能没有牵挂跟记挂呢 就算你有牵挂跟记挂 你也要先放下你才看得清楚 否则的话 你看不清楚的 就像说不同的政党 他有所牵挂、有所记挂、有所执着 我们从旁边看 他看不清楚的 就连你自己要的那个东西 你也无法完成 因为你有牵挂、你有执着 各位懂的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牵挂、记挂、执着 全部抛弃 才能够看清楚 内外一切的种种的处境 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五眼 我们一般人当然没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一种智慧 就是放掉一切 就能够看到一切 放得越多就看得越多 放掉一切才能够看明白一切 这个其实是如是到三家接通 那佛家是讲的更为彻底 佛家已经变成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这无量无边 那佛眼可以知道 这个如恒河沙树多的那一种 恒河 那怎么说 恒河沙树般的 宇宙那样子的世界 里头的所有的众生 他都能够 刹那都能够明白 那还了得 是不是 我们不要说 这么无边无量的众生 就像我们旁边的人 他心里想什么 我们都不明白 何况是 这么多的佛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不是一般的世界 因为佛世界是很巨大的一个世界 所以你就可以想说 就是所有所有的一切了 物不骗子 那不得了 这从佛教上的讲法是这样 那为什么说 缘起假明的心 就是非心呢 因为在三世中求心 了不可得 如果说心在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 我们能够求得 我们的过去的心吗 求不得 所以 过去的一切种种 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不要去 求那个过去的心了 现在 现在念念不住 哪有事情可得 你要把揍我现在哪个念头呢? 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经 诸位在这里听经 我们的 刹那之间的念念都不一样 那到底哪一个心 是我们的实心呢? 那么 未来呢? 未来当然更不可得 你怎么知道你未来的心会怎么样 而且 现在不离于过去未来 对不对? 现在只是过去通往未来中间的一刹那 过去未来都不可得 又哪里能够安利现在 所以现在也不得安利 这就妙了 就是无处可安利 我们的心是无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安利的 也没有任何地方的实在 故事 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话 我们的心 这个 我们以为如果说 你把它 确定 我的心就是这样的话 这叫缘起假明的心 即非心 他说 比如我的心 我很爱这个东西 我很爱那个东西 照佛教来讲 你很爱这个跟爱那个 都叫做缘起假明 你为什么会爱这个东西呢? 因为中的因缘 比如我这个 这一辈子 我很爱读书 我爱读书 那是因为缘起造成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圆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能这么爱读书呢? 那就很难了 比如说 假如眼睛坏掉了 没法读书了 就不不不 我这一辈子还不破了好多次 眼睛出问题的状态 对不对? 那身体坏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一切 那还有很多因素 都可以让你不爱读书的 那你比如说 如果碰到了 这个 严重的革命了 那你就没法读书了 你不敢读书了 是不是? 那时候你恐怕 把所有的书都要给烧了 所以因此 爱读书 我举个例子 都有很多的因缘 那我爱这个人 爱那个人 爱这个动物 爱那个宠物 我今天刚带着我们家兔子小黑去看病 兔子小黑十岁了 快十岁了 快十岁了 到五月就十岁了 甚至有时候八十多了 有好多的这样那样的毛病 那这个 我们养宠爱爱宠物 那这个心呢 照佛教来讲 也是种种因缘 这个因缘 会过去的 是吧 所以 在佛教来讲 这个都是没有 不是实心 是一个不可能不变的 所以佛教教我们破 一切的所谓的贪嗔痴 我们的贪爱 我们的一切的 称心 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思念 都放掉 说这些东西啊 都是缘其假明 所以过去现在 未来当中求心 自信不可得 都是如患的假明 所以说诸心非心 那因此 所有我们所立的心 都不是那一个实心 也就因此 佛能圆见一切而无碍 那么 这话怎么讲呢 佛见到我们一切所起的心 都是非心 所以 他不这么立心 佛就无碍了 佛知道我们的心不在过去 也不在现在 也不在未来 任何我们过去或现在 或未来的心 都不是真实之心 那因此 我们不以这些东西为真实的心 那就无碍 那诸位说 这不就是都空掉了吗 进一步不要忘掉了 所谓空有不二 进一步来讲 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心 也都是有 也都是实在 这怎么讲呢 你以为它是不变的 你以为它是实的 你以为它是实的 这个就是非心了 你懂得它是不断变化的 那所有东西也都是有 那这就是实 所以只要空有不二 那世人有种种的妄子 那世人有种种的妄子 有以为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念头都在变化 注意啊 佛家讲我们的心 是讲的最透彻的 那所谓三世实有 以为每一刹那的心都是实有的 这落于常见 这是我们一般人 一般人以为说 我过去的一切的喜怒哀乐 那所有的发心都是实在的 都是实有的 叫三世实有 就是常见 那有主张现在实有 过去未来非有的 这是断见 你以为现在实的 过去未来非的 这个其实有点笨啊 如果现在实的话 那过去也应该实 未来也应该实啊 对不对 因为过去就是过去的现在嘛 未来是未来的现在嘛 是不是 那有以为我们的心是长恨不灭的 心本身长恨不灭 我们认识的有变异的 那不是真心 不过是心的假象 这是常我论 意思说我们有一个不灭的灵魂 大概是这样 灵魂不灭 看到的是变来变去 这是外道的常我论 佛说这种人最疑痴 念念不住 息息流病的心 还取向妄直为常 啊 这个 所以心是长恨不灭 取向妄直为常 把这个东西妄直为常 这个是最愚痴的 心不很容易明白 为了通达三世心的极无自性 才是远解心的 不断不长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不有不无 三世心的极无自性 就都没有 什么叫自性 没有自性 就是他没有自生不变的那个本性 任何一个心都没有自生不变的那个本性 因为都是因缘和合 这所以缘起心 一切的心是缘起来的 那缘起缘灭 这心会不断 不断的变化 那这个心呢是不断 他也是接续的呀 譬如说我现在讲这个经 我现在讲 那当然因为我前面这么讲 所以连过来 就我此刻的心 跟我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以前的心 它是相连的 对不对 否则我现在不会讲到这一个字 这一句啊 是因为我前面一路讲了 才讲到这一句 这一句啊 所以是不断嘛 不断但是不长 它也不会止于下来 我还去往下走啊 不一 它不是同样的东西 过去现在未来这所有的心 不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也不一 也不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 跟我三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前讲的东西 它是不一样的 但也不能说 它就是没关系的 它不是义 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说义种 义类 不是啊 我现在的话跟我前面的话 不是义类啊 不来 不去 不去 所有的心 是不来的 这个东西过来 它并没有真正过来 因为上那上那不同 可它也不去 它也不会离去 不有不无 就我刚刚前面讲的 它不是 真正的有 所以它是空 不有即是空 不无 它也不空 它是 又有 所以是空有不二 空有不二就是不有不无 所以我们的心是 不断 我们的心是缘起 不断的缘起当中生灭 它是不断 不长 不义 不义 不来 不去 不有不无 哎呀 这个讲心讲的厉害了 这讲心讲的厉害了 了解我们一切缘起心是没有自信的 三世心 过去现在未来的心 都是这样子的 这确实如此 所以从前得三 今后老婆子一问 三心不可得 上座点的哪个心 这是一个禅宗的典故 这个 这个得三 去问这个老婆子 这个老婆子 我记得是在卖点心 那他学佛 这个出家人这么多年了 所以他就问 说 这个 这个典心 怎么样 那老婆这么一问 那答不出来 于是转入禅宗了 就是 知道原来自己啊 所见 是不足的 那么 所以 所以 三心不可得 上座点哪个心 所以 毕竟 空而无常 无我的幻心 是怎么样的生了 我们的一般的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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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这个 到处都在了 嗯 他用 毕竟空而无常 无我的幻心 这话 嗯 稍微有点 奇怪 因为 这个是 嗯 就是 因为这里用幻心 这不是说 毕竟空而无常 无我的真心 因为真心 是毕竟空的 真心也是 无常 我的 尤其是破这个我值 而这唯有如来 才能究竟无碍的 明见他 所以这里可以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说 我们的幻心 是 是如何的生 只有如来 才能彻底见到 那 另外一个解释 是说 这个 毕竟空而无常 我的这个心 只有如来能够见得 我们照这个文本 这文本既然就幻心 那就是说 这个无比深 既然幻心 为什么叫毕竟空呢 而且是无常无我呢 我不是很能够明白 刚前面读 觉得 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还是怎么样 那 因为佛教是讲毕竟空的 也讲无常的 也讲无我的 这是应该是佛教的意思 那既然都这样了 还说 的幻心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 一般人都做不到这样 所以有这样子的幻 做不到毕竟空无常无我 所以一般人都是幻心 是有如此之深 所以不是真正的 是心或者真心 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 保留一点 遗憶 这个我不敢说 好 那么 我们看一下 这部分 对于我们的心的 说明 说的实在是非常的深切 那么 这个 德山 这个故事 是一个盼道 老婆是在卖饼 她想要拿饼当点心 那老婆就问她说 什么文字 她说青龙书操 书操 书操书操讲金刚经的 那讲金刚经的老婆就问她说 金刚经的书操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不知道你要哪一个点心 这下答不出来点哪个心 于是 就只好去 往访龙潭禅师去了 她本来想要去 破这个 南方的这个 禅学的 是这么一个故事 好,我们先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呀 有没有问题 WXT说 紫月超则村 守则王 出入无时 莫知其向 跟这个是很类似的 对 所以 儒家也有很深的心学的 心之学的修养 恐梦都有很深的心学的修养 因为知道这个才是真心 否则就会在唤心当中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呢 时时刻刻是有所对应的 但是要知道这个有所对应的心 它本来是从缘起来的 那缘起缘灭 所以呢 它 是 刹那 生灭的 它不可能 永远这个样子的 因此就不要执着 那因此 我们的心 你只要不执着的话 比如说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这样 因为我昨天这样 我今天就想我一定怎么样 可能就到今天情况已经变了 就譬如说 我前面 花了三年考大学 考上大学 我想我一定要好好享受我的大学 那结果不幸啊 打仗了 你这个大学念不了了 那你是不是很痛苦呢 不要痛苦 不必难过 因为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懂得意思吧 一切事情都是缘起 你原来起的那些种种的心 为了今天的准备 你好不容易 念了大学 念了学位 念了一些种种 那是不是 结果都会如我们自己所想的呢 如果照佛家讲呢 这个都 这个 叫做缘起啊 没有办法说一定如何 至起不断不长不易不易 不来不去 不有不无 我好不容易念了一个大学的学位了 那我将来一定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呢 我将来一定要如何呢 照佛家讲 我们呢 要放掉这些事情啊 我们呢 才能够 这个平安 那阿丹问说 有 有一天 我看见有人架子三轮车 不开他转弯的转弯 他撞了一群正常过多小学生 心里产生愤怒和鄙视 按照佛家看好 是不是应该 放愤怒和鄙视 反而要尊敬那个人 不是这样啊 你的愤怒和鄙视是正确的呀 但是你就不能够是什么呢 不能够说 我一直就始终地抱着那个愤怒和鄙视 这个才叫做 不有不无 懂得意思吗 不有不无 所以 即使照佛家的讲法 我们对于很多的心 像明镜一样照见 产生了许多的 有点凉 情绪 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念了一个学位 没有获得这个学位的该有的结果 我们 准备了考试 念了三年的高中 上了大学 结果大学垮掉了 打仗了 这个没有办法获得他 你有心里难过 这是正常的 但是呢 你不能就一直难过下去 你不能 这个执着在那个心里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现在未来皆不可得 是讲这个事情 叫我们就是 尽量放下 彻底放下 当然对我们一般人讲很难 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常常多读佛经 尔科问说 我们的心都是被贪嗔痴 牵引而生的念头 也就是心有一个思维模式的 心是有规律可循的吗 这个规律就是你讲的 被贪嗔痴牵引而生 没错 没错 我们的心就是被种种的 这个想望面头 说起来的 因为 因为贪爱而起 所以 这个 十二因缘就在讲他的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 那这个 十二因缘法 一头 一头 所讲的 这个 就是 从 无明 妄见 从行 所说 无明跟行 事 明色 就是我们一切种种的东西 简单说 就是接受到事物之后 我们对他产生的这个爱跟曲 这个当中 于是就产生了 这个 生跟老死 也就是说 我们因为 接触 所谓从无明跟行事 明色 六入 处 受当中 接来之后 在我们心里产生的积聚 我们心里难免对于事情 有许多的 埋藏了我们接受的东西 产生了我们的摊爱 我们的索取 一旦有所有之后 就产生了 生老死 那这个是 在佛教来看 人生的 基本的 信念的一个论取 所以一般来讲 射受想行事 这也是一个说法 或者十二因缘 那这样子 那他重点是讲 这样会产生了我们的执着 而执着带给我们的烦恼跟痛苦 小阿霞说 朱子的心是虚灵不昧而慧惧众理的 虚灵不昧 跟佛教清心相似 慧惧众理 朱子的心是以惧众理 虚灵不昧 这个以惧众理 以惧万事 惧不是这个惧 朱子著这个明德 明德的心是虚灵不昧 以惧众理 以惧众理 以惧万事 这个惧是这个惧备的惧 那 以惧众理 是朱子学露儒学的特征吗 是的 是的 这个 理学跟佛教最大的差别在于 理学认为 万物 有这个实际的这个理 不都是 信空的 所以尤其认为 说 我们的 这个 家人情感 伦理这一部分 他特别看重 所以 儒家呢 不喜欢像佛家那样子讲 他认为 这是实的 所以五轮跟五常 他说这个理是实在的 佛家来讲 这个都要破掉 把这个都放掉 至于虚灵不昧 是不是清净心呢 有类似 但是不太一样 因为在佛教来看的话 儒家还不够清净 没有放掉 如果 如果你以清净 就彻底的 心里都不起所有的 这些 念头来看的话 那佛家确实会比较清净 不过那就是 人生的一个选择 王永伦问说 对空有不二 不是太理解 是说想着他的时候 认为他有 烦恼的时候认为他无 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事的 你想说他的时候认为有 那你烦恼的时候 你丢不掉的 你很爱这个东西 爱得很深 失去的时候你一定痛苦 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事 所以 但你这个问得很好 就是 基本上 空有不二 是在说 我们所起的 或者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东西 它 究竟来讲都是空的 在当下而言 它是有的 但你不能执着它当下那个有 因为它刹那刹那有变化的 所以 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 出家人 肚子饿了 他也吃饭 那你说这是有吗 这是有啊 对不对 那 吃饭之前 吃饭之后 他不着念 这是空 吃的时候他也不着念 不说我一定要吃什么 这也是空 所以这样子下功夫呢 他基本上 对所有的事物的执着是很淡的 他几乎可以一切都放掉 甚至没有执着 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俗家的人会说 我这个东西我尽量享受 到没有的时候我放掉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否则人间没有那么多的痛苦跟悲剧了 没有说大家都放掉 有的时候拼命享受 那多好 如果人是这样子的话 那大家就拼命享受 好 没有说 哎 我都放掉了 放不掉 放不掉 你的 亲情也放不掉 友情也放不掉 爱情更放不掉 家也放不掉 国也放不掉 我们一切的这个努力放不掉 公民力度放不掉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 他其实是平常就下功夫 平常就不执着 很淡的 非常淡 其实理学家也一样 理学家对于世界的一切 是非常的甜淡 甜淡 那他只留下来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五轮跟五常 其他事情 他是 基本上都放掉的 那就是干嘛要多放掉 做人都放掉呢 那就是看诸位说 你们对人生的认识了 如果 觉得人生好难 人生好苦的话 多放掉是比较好的 一般来讲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人生这么难这么苦 我一般的回答也是 从如是道三大观点来讲 就是说 你就尽量放掉 或我们说 就降低标准 尽量放掉 人生啊 就开阔自由很多 否则是难免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诸位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岂不是这个东方人就一天到晚被西方人压得打吗 对不对 我们近代 所以不富不强 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个心里 这话有没有道理 这话有没有道理 有相当的道理啊 那至于很多的佛教国家被这个 这个 就是强奸 这个怎么 船奸炮利的旁边的国家压得打 你看那个辽国 多惨啊 是不是 高棉 高棉跟辽国都是佛教国家 多惨啊 那那个地方 闹起这个 这个赤简 这个 越南 也入侵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 那怎么办呢 他们还是信佛 这就是很妙啊 也就是说 他反而靠这个 超多数痛苦来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学这个东西呢 你要问我的话 我个人 是比较积极如实的 我基本上是儒家 所以我会把这样的精神 化成一个非常积极如实的精神 反而是说 我们对于 世间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执着 全部放下 然后呢 只做一样事情 做什么事 就是 我非常积极努力地活在 非常积极努力地 做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我全然不执着 得知我性不得我命 得知我性不得我命 因此 一样的 读书 读书 维学 你也可以 做事情 也可以创业 那么 也可以去办企业 也可以赚大钱 也可以为国为民 你也可以传奸泡利 谈恋爱 有家庭 都可以 但是不执着 那诸位说 这怎么可能 不见得不可能 不见得不可能 其实不少佛教徒 他就这么过日子 实际上一般佛教徒 这么过日子 他可以过得非常积极 有很多 台湾尤其有非常多的企业家 都是佛教徒 我就认识一批 他们做起生意来 头脑清明一点也不含糊 但是不执着 也非常慈悲 真正的佛教徒 不是假的了 赚了钱 做大量的那种 公益啊 慈善啊 旧事情的事业 非常好 慈悸后面 台湾的慈悸功能会背后 就是一大群这样子的企业家 企业主 真的非常好 所以看你怎么用 他不贪恋 他赚了大钱 他不贪恋你钱 没有就没有了 没有就是命嘛 商场上本来就是这样 那我们少林寺 少林寺的武功不是卓爵吗 是最高的武功啊 那你说 真正的高僧难道说 怕死吗 不怕死啊 他练武干嘛 练武不是怕死啊 练武也是为了救人济世啊 乃至于做一种功法呀 是不是 所以 那 可以富可以强啊 同样的可以做 但是不执着 不执着不仅是假的不执着啊 不执着心脏不执着 是说真的要拿这件事情来救世济人啊 懂的意思吗 不为我所有 我这个功夫再高 很好 功夫一旦散掉了 音乐种种的关系 没了 没有就没有 无所谓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这是最高境界 好不好 所以 蜘蛛林小熊 毛毛说 真心如果是缘起缘灭 怎么样感知到自己 本来无我吧 你怎么去感知自己 更不应该有一个自己 是不是有一个常在造观 心在造开了自己思绪 如果有 那么这个造观心就是常在 或是缘起缘灭了 我们讲的《半天金刚经》不是我像吗 这个有一个造感的心 这个心 是常在 但是 它不是我 懂吧 所以 佛家是有一个心心的 所谓常心心的一个 常造的心 常造的心是常在没有错 但这个心是无我的 那你说这个心 就不是缘起缘灭 不然 因为你会起这个心 这样的方式起这个心 也是缘起缘灭 那你说佛 还有这一个无眼 那佛的那些无眼是不是常在 这有趣了 对不对 佛的无眼 是不是常在呢 佛眼是不是常在 法眼是不是常在 那 它是常在 但是 它变成宇宙的一种自觉 如果照佛教上来讲 照我所理解 宇宙的自觉 宇宙的一种自觉 可是它是清静的 它不是缘起缘灭的 因此 到达那样子的一个 新的状态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我们 这个六道轮回里头的 一切的形象 诸位之道到了天人的 上界的时候 也已经没有形象 它是精神的存在 可连精神的存在 都不存在 那 就是 变成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存在 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存在 它才能够不再缘起缘灭 所以不入轮回 只要有任何存在的形式 就会缘起缘灭 那样子的话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如这里所说的 它就是一种 宇宙的自觉 我能够理解是这样子 那这样来讲 当然佛教是唯心论的 佛教本来说的宇宙 宇宙就是一种自觉之心 这自觉之心 就是宇宙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常在 这个可能是常在 因为它就是 它就是宇宙的本体 周南人说真的很难 每天少看手机 感觉都很难 是啊 那我们干嘛在这里读这个经 就是因为 想必是诸位觉得说 少看手机很难 少一点这个欲望 少一点那个欲望很难 那结果呢 人生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痛苦 对不对 烦恼痛苦很多啊 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读经啊 对 然后柯问说 如果心念是贪爱引起的 有这个规律的话 心不是有常心的一面呢 那他说你这个贪爱是无常的 进一步说缘起是不是有规律可循呢 至少在这个时空 他说你这个规律啊 是这个无常的 那即使在这个时空 要看你是哪个时空 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空 一般讲地球上 他认为这个当然是无常的 那如果我们从 大爆炸的宇宙论来讲的话 地球的目前的这一个场里头 的所有的状态 当然是会变化的 各位懂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这只是目前这个时空啊 这个时空一直在变化 所以如果从大爆炸 宇宙论 宇宙论来不断膨胀 所以整个宇宙的时空都还在不断的变化 这一定是无常的 那有没有规律呢 有啊 但是他不是一个究竟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 不无不有 不空不有 空有不二 所有的有都是相对的 暂时的不是究竟的 相对暂时是有的 但是没有那个究竟的 不变的不坏的有 这佛教的基本理论 那这一点照目前的宇宙论来讲 恐怕也是如此 地球当然会坏了 太阳系会坏 银河系也会坏 所有的东西都会坏 那诸位说 与我何干 等坏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是好像看起来与我们无干 对不对 但是 古人难道不知道 这个世界是相对稳定的吗 对不对 在儒家来讲 就喜欢讲这个相对稳定 比如说 昼夜四食 很稳定啊 对不对 那人的生命 在中医来讲 也有它很多稳定的地方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谈这个无常呢 那当然就是因为 生命有太多无常的 所造成的痛苦嘛 烦恼啊 所以因此 佛教就把这个无常的这一面 把它彻底的讲明白 告诉我们说 你要究竟说 你要究竟讲的话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是 常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 乃至于无恋无边的这个 佛国 都是无常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讲 反反复复复讲的意思是干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执着于任何一件事情 要放下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说 相对来讲 有没有一定的规律 当然是有的 有没有绝对不变的规律 到佛教讲是没有的 包括在佛教来看 包括我们一些物理学的所有的定律 他认为也是在这个世界里头的状态 那这个世界会不会坏 这个世界到佛教讲会坏 那照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个世界当然也应该坏 它是从一个大爆炸 在什么200多亿年前炸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逻辑上来看 它当然也不会永远这样 终于一天它会坏掉 是不是 所以 究竟来讲 可能是这样 相对来讲有它的规律性 那就看大家要选择什么 我们一般人 当然所有的人 几乎绝大几乎的人都是选那个 相对稳定的规律在活的 否则怎么 我们一般人就没法活嘛 是不是 包括我们每个礼拜四在这讲 今不也是有它的规律吗 大家还准时来 所有的事情 我们每天 每天按时睡觉 按时吃饭 按时工作 按时读书 按时上学什么什么的 当然在佛教来讲 这些事情都是因缘和合 都无自信 不可执着 干嘛 要破我们太过于执着的人性 人就是因为有执着这些事情 所以人生苦啊 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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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问iPhone2 我问说 甜蛋 是不是这一世之前都拥有过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啊 是过去世拥有过吗 我怎么知道 你的过去世有没有拥有过 人基本上 基本少都想要 尤其是别人有自己没有东西 对啊 大部分人都想要啊 所以大部分人都活得很烦恼痛苦 就这样嘛 我们一般人生的烦恼痛苦都是因为 想要 有时候基本款 对不对 基本上人 我们有个基本款 甚至于进一步 一般人会想要很多 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啊 别人有自己没有的学位啦 地位啦 财务啦 车子啦 房子啦 这个好的对象啦 好的子女啦 我们一般人不是整天忙这个事情吗 不要说一般人呢 99%的人都在忙这个事情 所以呢 所以 人生自古以来 不如一世长八九 大家都活得很辛苦 人生好难很苦吧 所以他就是要破这个事情嘛 讲白点就是这样嘛 是不是 那我想大家来听经 也 有同样的这个意思 包括在讲经也同样 因为我们谈何容易啊 破掉 说的容易啊 都破不掉 只是 五十步 笑百步而已 那 是尽量的破掉啊 破掉一分 破到两分 破到三分 破掉五十分 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能够把九十九分都破掉的话 那就已经超凡了 绝对的超凡 是大闲了 就已经大大的闲着 百分之百的破掉的话 那真是成佛成圣了 这个是不容易 我们就尽量的破吧 多破一分 我们少一分烦恼 少一分痛苦 多一分光明自在跟自由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我继续讲 好 好 好